魔术爆冷赢熊鹿 五切围棋35分14篮板 网友和同千早了 今年季后赛最大冷门的赛事出现了 那就是东部排名第八的魔术队122比110爆冷赢的熊鹿 五切围棋砍下35分14篮板 当中还包含了5G3分球 第二节双方你来我往 五切围棋与阿德托昆博正面对决 熊鹿无力缩小差距 半场比赛过后依旧落后10分 第三节再战 阿德托昆博追起反攻号角 将比分缩小至1分 但防守端却十分拉胯 无论如何也守不住五切围棋 魔术在他的领军下又再次取得双位数领先优势 在第四节 熊鹿外线射手加强投篮攻势 但傅尼耶也立刻回进3分攻势 熊鹿眼看无力缩小落后差距 最终以12分之差爆冷败走 魔术在所有攻守统计数据上全面占优 尼古拉五切围棋35分14篮板4助攻 熊鹿数据布鲁克洛佩斯5分4篮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